你不再是太辜负了我们对你的信任了 接下来一位 蔡维利 请听题 父亲的外婆你应该叫什么 父亲的外婆 你父亲 你爸爸的外婆 外曾祖母吧 外曾祖母 这都可以算出来 他看我们的 他看听了 看了手卡是吧 对啊 父亲的外婆 外曾祖母标准的答案 这个我都不知道 搞不清楚 家世一体 请听题 你爸爸的儿子你叫什么 我爸爸的儿子 那就是我 错 不是叫哥哥就叫弟弟 他家独生子就不行啊 就我独生子 他不是男的呀 蔡维利反应非常独生子 都背费一流 背费一流 你不是你画乐乐立马就蒙在那儿 画一个 你爸爸的儿子是谁 我哥 你真有哥啊 没有啊 那他非哥问 答错了 应该是你弟弟 这有什么特别 一飞 一飞 好 那一飞我来问你一个啊 你丈夫的妹妹的丈夫应该叫什么 丈夫的妹妹的丈夫 还是妹妹的丈夫 三 什么 二 哥哥或者弟弟吧 什么 你丈夫的 我丈夫的妹妹的丈夫 小姨子 小姨子的老公 妹夫 小姨子的老公 小姨子的老公 妹夫 小姨子的老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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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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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什么 是妹夫吗 是妹夫吗 是妹夫不是妹夫啊 我再给你多长时间你能把这玩意想完 刚才像我一样的小姨子 那个问一下张达明 你知道小姨子是什么意思吗 对 小姨子 小姨子 你觉得小姨子 坐着椅子 不是椅子 不是椅子 还洗手的香皂呢 小姨子 小姨子 坐着椅子 小姨子 小姨子你猜 就是我我老婆的妹妹 厉害 厉害啊 小姨妈 那老婆的姐姐就是什么 姨妈 嗯 小姨妈 有时间我上学家去串着门啊 我跟你姨妈认识